将加入南瓜的面团 用力搓揉之后 再捏成各种造型 就成了好吃又可爱的南瓜馒头 为了推展食农教育 先和国小特别安排二年级小朋友 来到新店区永安里办公处 所打造的环保公园 进行户外教学 在永安里志工代理下 小朋友第一次体验做馒头 心情格外的兴奋 学到做馒头 还有阿姨教我们的植物 好不好玩 好玩 因为很好玩 永安里里长林晴怡表示 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吃南瓜 因此他与志工想到 将南瓜做成面团的点子 再让学童自己做成馒头 除了增添趣味性 也让孩子可以吃到满满的健康 有很多小朋友是不敢吃南瓜的 那我就特别跟我们的林长 我们的师父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南瓜 融在馒头里面 让他们手做一下馒头 他们就会很高兴来吃吃看 其实南瓜并没有那么可怕 所以我想就是希望 能够让他们在无形当中 能够吸收各方面的营养 另外永安里志工也带着小朋友 认识环保公园内的各种植物与蔬果 很多小朋友都是第一次看到 饭桌上菜药的庐山真面目 好奇地提出各种问题 同时大家也为蔬果施肥 让他们可以快快长大 先和国小校长方文仪表示 透过认识蔬菜水果的成长过程 小朋友就能懂得更加珍惜食物 因此这场活动教育意义十足 藉由今天这样的活动 小朋友可以从我们的蔬菜水果 它的生长的过程 然后在我们食物的制作过程 然后亲自来体验 我觉得对小朋友的教育效果 是相当好的 我们在规划这个环保公园的时候 就有考虑到希望能够对小朋友 有做教育的功能 所以我们特别开辟了 这个可食地景区 然后就种植一些蔬菜植物 让小朋友能够来学习来认识 他们每天吃到的蔬菜 到底长得怎么样 而永安里里长林轻一 也亲自示范介绍 在环保公园内设置的雨水回收箱 但离小朋友认识如何回收雨水 再利用灌溉植物 希望学童们都能爱惜水资源 并且学会感恩喜福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